歡迎收看《明報530》 大家好 今天是3月17日星期五 73歲的婆婆給Tim Hortons的杯熱奶茶 燙到肚皮和大腿 現在她告天記要她賠50萬 你猜我不會進去 最近你有沒有和寶寶買奶粉 貴了很多還沒有貨 怎麼解救呢 聯邦移民部長佛雷澤今天早上宣布 國際留學生畢業之後 工作簽證計劃PGWP如果已經到期 可以申請再延長18個月 一般來說 這些工作簽證是不可以延期的 但是在新冠疫情期間 由於很多國際畢業生 在大量移民申請跡壓的情況下 沒有辦法申請永久居留身份 今次作出延期 可以令他們有合法身份 在等待新的工作簽證期間 獲得臨時工作許可 國際學生和畢業生 已經成為加拿大臨時勞動力的主要來源 專上學院學生 可以獲得最長3年工作許可 去年在加拿大的國際學生 有超過80萬人 比5年前增加了43% 其中印度學生佔了40% 中國學生人數排第二 佔12% TimeArch拍賣行 其中印度學生在加拿大特許經營商 以及其下一家分店店主要求賠償50萬元 但被控告的沒有公司 以及特許經營權公司的店主 都否認有任何疏忽行為 被燙傷的男生女士已經73歲 他說在2022年5月1日 他開車送他的姊妹去看病 在安省Hunsville地區 60號高速公路的一家 Tim Hortons咖啡店停車休息並且進餐 男生點了一杯中杯紅茶加雙份牛奶 一名工作人員和窗口遞杯茶給他 男生接過葉茶放到座位旁的杯托 後來他說 我看來這杯茶是很滾熱的 他將杯茶舉起 看看裡面有沒有牛奶 結果子仔的杯就突然變形 熱茶就跌落男生的肚和腿上 據他的說法 他遭受了嚴重的痛苦和永久食的傷害 身體表面上大約6%的面積都遭到疑及消傷 男生向安省高等法院輕重 你家咖啡廳疏忽大意 將足以燙傷人的熱茶放入 會自行變形有缺陷的杯裡提供給客人 餐廳提供的杯是有缺陷 不符合預期用途提供的紅茶已經不是一種飲料 而是一種危險品 受傷十個月之後 男生說他的腿現在還是傷痕累累 肚上也有疤痕 男生要求賠償45萬元 以補償他遭受的痛苦、醫療費用 以及其他與他受傷有關的費用 男生的丈夫和姐妹也一同索賠5萬元 用於補償他們照料和陪伴 男生所造成收入損失和所產生的費用 男生婆婆和她的代表律師的說法 當然是有他們的道理 如果不是都不會去告Tim Hortons 但是打官司是有原告有被告的 所以我們都要聽聽被告一方怎麼說 被告一方的律師就否認提供熱茶是造成危險 又或者是那個紙杯的狀況 導致了那杯熱茶堵寫了出來 辯方律師說 男生婆婆受傷是他自己的問題 辯護律師說 如果原告遭受傷害和損害 那完全是因為他本人的行為 或者是不作為所造成或者促成的 在這件事他成為受害人 他自己是始作俑者 律師說 我的當事人、當事人的代理人和工作人員 都履行了關於熱飲銷售和交給對方時候 所需要注意的義務 即使這杯熱奶茶會堵寫出來 是這杯的問題 也不是因為Tim Hortons方面 有任何違反了義務而導致 根據加拿大茶業協會的網站 茶的沖泡溫度應該介乎85度攝氏 即是白茶和綠茶 去到100度攝氏 即是紅茶和花草茶之間 這個協會還要求要根據茶的類型 將茶泡泡1至6分鐘 類似男生婆婆這件索償案 很多年前都發生過 當時有一位女士買了杯麥當勞的熱咖啡 然後用兩個大腿夾著一杯熱咖啡開車 結果又是辣親 事後他就告麥當勞要求賠償 至於結果是怎樣 就聽不到下文 因為這一類案件 通常最後都是庭外和解 而和解的時候都會簽訂保密協議 不准向外界透露案情和賠償的數目 男生婆婆的健安 估計大致上也會遇到這一個程序 因為打到要由法官定輸贏 如果判男生婆婆輸了 那他就先都不先下 還要虧律師費 如果Tim Hordens輸了 50萬對這麼大的公司來說 是濕濕碎賠得起 但問題是 之後如果個個都說 給一杯熱奶茶熱咖啡辣 而要求賠償 那這樣就煩死了 所以私下和解 對雙方都會是一個比較理想的結局 我是RD Up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我們擁有安省之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town是你的首選 加拿大稅稿 向各個濫取疫情補貼的機構 追討補貼款項 但在追討王家安大內博物館 ROM的1340萬元的緊急工資補貼 CewS的時候遇到反抗 雙方搞到要上法庭打官司 真是港錢失感情 對稅局來說 錢未追回來 先要給律師費 真是未見官 先打80大板 信務局以王家安大內博物館 是公共機構 不符合CewS的新領資格 博物館反對這個說法 認為作為一個註冊的慈善機構 博物館主要依賴自創收入 諸於會員費、入場費 和來自王家安大內博物館基金會的撥款 博物館在新冠疫情爆發前 平均每年吸引超過100萬人參觀 但疫情高峰期 來自入場券和會員費的收入 下跌了接近90% 博物館有超過300名僱員 其中的部分僱員在疫情期間 被安排休緊急試駕 另一部分僱員就被削減了工作時間 王家安大內博物館 還收取來自安省政府的經費撥款 例如 省府在疫情期間 向博物館提供了總金額 2670萬元的經費撥款 幫助博物館到過難關 稅局就認為 王家安大內博物館 是一間不分享股份資本的企業 董事會有21名成員 其中的絕大多數是由省政府委任 博物館的盈餘也交給省府 其解體也須獲得省府的批准 因此稅務局提出 博物館是公共機構的結論 前聯邦稅務局的顧問雅倫說 聯邦稅務局可能要打一場硬仗 來說服法庭 證明博物館正在旅行政府機構的職能 另一方面 如果安省政府不擁有博物館的資產 那誰擁有呢? 很多機構爭取加薪的時候 都說他們等同政府機構 薪酬應該和公務員看齊 很少見會說自己不是政府機構 疫情期間為人為己 記住保持社交距離 戴口罩勤洗手 喝多點水 喝乾淨水 當然是瓦街淨水 對於任命前總督約翰斯頓出任特別報告調查院 調查外國干預加拿大選舉的事 總理杜魯多今天說 約翰斯頓在哈帕時代做過部長 做過特別顧問 亦都是哈帕提名約翰斯頓做加拿大總督的 約翰斯頓曾經監察過加拿大選舉的廉潔情況 在保守黨哈帕時代曾經主理過 包括中國在內的外國勢力影響加拿大選舉的問題 他是知道事情的重要性 他是具有無懈可擊的政績 杜魯多在安省貴湖市被追問到 原幫保守黨黨領博麗子和灰人政團 反對約翰斯頓出任特別報告調查員的時候說 在現在的政治氣氛下 反對黨的態度就是 敵人贊成的我們就反對 杜魯多的說法又不是完全無理由 看回以前 約翰斯頓應該是當年保守黨哈帕信得過的人 否則他都不會推薦他做加拿大總督 現在反對黨說這個人選不對 那是當年哈帕信錯人 還是約翰斯頓這個人變了側呢 雖然他在2018年出任老道老多基金的成員 但是都是由哈帕任命的 面對外界眾多的議論 約翰斯頓到現在都沒有什麼回應 他只是說在發佈更多資料之前 他想先確定自己的職責 他計劃和聯邦官員合作 確定調查的最終任務 他說非常榮幸接受任命 將會怎樣維護加拿大人對民主的信心 向政府提出建議 明報馬經版已經全面上線 每天更新又準又快 除了詳盡的馬匹介紹 神初分析 還有馬平家為你提供獨到的提示 明醒你啦 請即瀏覽明報多倫多網站的明報馬經專頁 本地嬰孩配方奶粉價格暴升 剛為人父母的家長真的斷膽挑 賓頓市一位母親仔細觀察過 發覺嬰孩配方奶粉的價格接連攀升 令他太失預算 這位母親計過 每箱奶粉價格平均每個月都漲5-10元 供應商便便薄 由於生產成本上漲 供應鏈堵塞 和早前召回奶粉事件 都令奶粉價格攀升 賓頓市居民侯塞欣說 他仔細計過為他十個月大嬰孩 諾亞購買嬰孩配方奶粉 他去過不同的零售商 他說也打過電話 查詢過價格上漲背後的原因 致電給生產商美贊神 但是他沒有獲得任何答案 由於諾亞有消化問題 依賴美贊神的特殊 應而配方奶粉 侯塞欣今年一月購買一箱 18個小平的配方奶粉 花費了5-3.97元 然而同一箱很快就漲到67元 以價更加升到74.99元 諾亞初生的時候 每個禮拜需要4-5箱奶粉 以價到了10個月大 每個禮拜仍然要2-3箱作為食物 侯塞欣說 對於那些完全依賴配方奶粉的小蚊子來說 這是給初生1-4個月的嬰孩飲用 對於一個家庭來說 是一筆巨大的開支 供應商就說 去年嬰孩配分奶粉價格上漲的原因 包括供應鏈問題、勞動力短缺和運輸中斷 基於對於出產奶粉受到污染的擔憂 更曾招回14萬5千罐嬰兒配方奶粉 導致商號的貨價洶洶 团貨者也令到價格更加高 比發給本地傳媒的一份聲明說 代表生產商企業傳送的公司說明 去年供應短缺、取消加價 因為公司認為這是正確的做法 結果業務方面承擔了前所未有的成本通脹 現在看到嬰孩配方奶粉中所含的主要成份 成本上漲 在去年平均增長就超過60% 聲明說 我們了解到父母面臨生活成本壓力 只是將價格調整作為最後的手段 多倫多市今晚最低氣溫是零下攝氏2度 明天最高氣溫是攝氏0度 大多倫多地區明天的普通霧原汽油價格 會升兩仙 每公升141.9仙 今天的兩段香港新聞 對加拿大的香港人來說 一段是令人失望的 一段是令到大家安心的 令加拿大香港人失望的新聞 就是早前香港政府說 會向訪港旅客送出50萬張免費機票 現在第一期推出 但原則上是不包括加拿大香港人在來 香港政府早前啟動的 李豪香港大型宣傳活動 說向海外和內地旅客 派發50萬張免費機票 其中超過5萬張 是由旅遊業務會向旅行社分發 幫助他們推出較為優惠的旅行產品 5萬張機票裡 3萬5千張是入境機票 對象是內地、東南亞、日本和台灣等地 1萬7千張是由香港出發的機票 其中3千至4千張對象是大灣區居民 其餘對象是香港市民 實際數字仍有待決定 但加拿大並沒有包括在內 旅遊業議會總幹事楊淑芬今天說 他們會要求旅行社將免費機票 用買一送一的方式銷售 配搭酒店住宿、景點門票 或交通組成的旅遊產品 帶動香港各類旅遊業界的生意 造成乘數效應 旅遊業議會會按照準則 向旅行社分發機票的配額 以泰國曼谷出發的機票為例 申請者必須在香港持排旅行社 在當地有合作夥伴或分公司 過去曾接待過在當地出發來香港的旅行團 聽完令加拿大香港人失望的新聞之後 現在講講令大家安心的新聞 因為美國接鞠銀行的倒閉 和市場憂慮瑞信出現流動性的問題 而瑞信在香港也是持排銀行 有人會憂慮一旦出現金融風暴 會不會令香港的金融機構 例如銀行也會受到影響 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恒就說 他不便評論個別銀行的營運 香港整體金融市場 目前仍然穩健 沒有受到以上事件的影響 近日外圍波動性增加 當局也提高了警覺 只要事件對全球金融穩定有影響 當局也會留意 會與當地監管機構保持密切的聯繫 至於瑞信一旦出現問題 會不會引發另一次雷曼事件 阮國恒就指難以評論 不過相關監管機構 已經快速採取行動穩定市場信心 市場的情況 目前亦比較穩定 所以如果你人在加拿大 在香港仍然有銀行存款 最少目前你可以安心 至於將來怎樣 你就要留意著形勢發展 是否第一次導演會 第一次 而且我還沒參加過導演會的晚宴 這次第一次好像很大開眼 覺得自己入行這麼多年 第一次參加這些城市 每次都覺得很開心 還有今天得獎的意義都很大 因為是一群很專業的導演 和評審給我這個肯定 覺得其實真的每一個年紀都 不要放棄 就算中間有些自己質疑 或者覺得這條路不知怎樣走 我都要捉緊對演戲的初衷 很開心我現在得到這麼大的肯定 但接下來我滿腦子 都是如何去進步 以及如何繼續在不同的角色演好 我要補充要多謝這部電影的導演 賈勝峰導演 亦都很想多謝這部電影每一位演員 剛才在台上太興奮 匆匆匆要多謝天父 因為我覺得總是 信仰給我很多力量就是 無論在人的高潮、低潮 面對壓力或者灰心喪志的時候 都總有一個很大的力量去支撐自己 像是掌握信心嗎 不敢想 都是那句真的不敢想 雖然偶爾也會彈出來 但是不會很刻意去想 我覺得這兩次拿了 其實都給了我很多肯定 我覺得我也不敢想這麼多 到時候就知道了 公司安仔你拿了那張 我其實先來才知道 真的完全不知道 不過就叫我們的劇組 我想每一部電影都會派人去 不過今晚看到導演 就看到有些導演和演員 都立刻大家有些事情 可以聊天和合作 所以… 想和誰合作 還未合作過也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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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星星 撐530 多謝大家一直以來 撐明報530新聞直播 我們台前幕後一定會繼續努力 將新鮮滾熱辣的新聞送給大家 如果覺得我們做得好的 不妨送幾顆星星給我們異作鼓勵 辦法很簡單 只需要在Facebook網站的Stars購買星星 然後在我們視頻的左下角 點擊星星標誌 多點聲鼓勵我們 讓我們可以用更好的設備 更多的人才 發掘更貼地更過癮的新聞送給大家 明報530 陪你每日度過530 明報530 明報警 度大約